國際新聞來關心美國財政部長 葉倫 她在今天會到中國去訪問 如果這次去中國的目的 是要建立美中兩國基幹 登記共同的關注 但是就在這個時間點 中國是對外宣布說 要和這兩種本土帖原料出口 轉到現在是因為中國有可能是想要 拿這些原料來動作和美國談判的本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定 在外國結束 從中 財政部長葉倫索到來會在承諾 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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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剛才說過在這個討論 是世界最大的經濟 我們有責任的責任 我們有責任的責任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是世界最期待的事情 在美國財政部廣言說 葉倫這次會和中國來討論 投票挑戰和組織關切的領域 清楚氣候變遷 陷阱無困境 這種最主要改革的問題 目標是和中國建立等級交通的功德 並不是重大獨立 中國學者說 香港需要做探討的問題 包括人民票換美金的費率 中國持有的美國國際 美國家區的關關稅和科技 合作頂頂 可以注意的是 在葉倫來討進行 中國領域沒有選擇 8月1日開始 要和這本土替關材料 結合這三片的出口 這裏認為這就是為了保護美國 進展和歐洲聯手對中國發動科技前 包括限制政府和相關的設備輸出中國 但是我怕被問到這都回答得無聊無聊 中國政府依法對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 是國際的通行做法 不針對任何特定的國家 這和這兩種建設在政院製造 通信設備 和國防治的領域是應用得這麼多 中級的來管 8%以上都是對中國帶的 有研究機構說 中國這個關稅超大 會對半島替三甲水産性聯手效應 特別是關好量的政品 但是也有人認為可以找到代替的來管 衝擊是不會到這麼嚴重 美國媒體是代表北京是要用新措施 和美國談判是尊用 恭喜新聞長輝民便約